一直到正式要開拍的時候才想說 是真的要拍電影了 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就很震撼 因為是跟老師上鏡子遊戲 那個鏡子遊戲可以讓我到達一個很激動的狀態 跟一個情緒很膨脹的邊緣 從那時候開始我才覺得原來表演跟我想的不一樣 這份工作帶給我最大的挑戰跟收穫 其實是打開我自己 以前我是一個很害羞很膽小很怕生的人 可是因為我做了這份工作 我必須要接觸各式各樣的人 我才有辦法藉由角色進入各式各樣的人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這讓我自己變得心態更開闊 跟接受更多的事物 演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障礙耶 你手畫腳是講不出來的 或者是你想要有人可以好好講講話的時候 就會覺得天啊我在日本真的很寂寞耶 真的開始下定決心要當演員之後 其實整個人的狀態好非常多 我也會有沒有接戲待在家裡面的日子 那我現在既然有一段我可以放鬆的時間 我還可以再多做什麼來支撐演員這個工作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就是 這就是我在演員路上一直在尋找的事情